退休 但为了生存 也为了生活 不得不面对 不想去的聚会 不想见的人 以及很多 不该去的地方 退休后 保持谨言慎行 不仅仅是保护自己 更是积攒福气 退休后 放松谨慎 言语和行为 太过于疏忽 往往会给自己 带来不愉悦 甚至还会影响 往后余生的生活 退休后 自己不愿做的事 都可以不做 随心随缘就好 话有所说 有所不说 地方有所去 有所不去 退休后的余生 才会越过越有福气 否则 福运会衰退 是非之地别去 俗话说 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退休后 有人跟你经常 倾诉别人的是非 那么 你一定要小心了 所谓说是非之人 也必然是是非者 他邀请你去他常去的地方 一定不要去 因为人与人之间 会因人性使然 做出见不得别人好的言语和行为 修位高的人 心底会清澈纯净 而常说是非的人 本就是利己主义者 他待的地方 必非是是非之地 退休后 不要觉得离开人群 就容易得痴呆症 一定要多跟人接触 不要追求所谓的余生热闹 而是应该在历经千番后 学会享受独处的宁静 年轻时 在闹事里挣钱 退休后 就要学会在静处安身 有时 我们会觉得自己身上的是非和麻烦 看似是别人给自己带来的 仔细想想 往往也是自己不经意招惹的 是非之地 必有是非之人 不去这样的地方 即使有是非之人 找你的是非和麻烦 你不跟他配合 他也无可奈何 利益相争的地方 马尔克斯说过一段 很有哲理的话 我不想跟任何人争名夺利 这和登山运动员一样 冒着生命危险攀登高峰 但是一旦登了上来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要下去 或者争取明智的 尽量体面的下去 古人云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李大爷退休前 是单位的财务负责人 在这个岗位上 工作每天都要打起 十二分的精神 外人看起来 李大爷的工作风光无限 但是只有李大爷知道 压力有多大 因为岗位特殊 工作期间他都是很谨慎 不必去的酒局从不参加 自己喜欢的娱乐项目麻将 也不敢参与 可是后来退休了 就不一样了 终于没有人束缚了 退休第二天 就加入了棋牌室 开始了麻将大战 为了打麻将 李大爷每天都早早地 去棋牌室 一坐就坐到晚上七八点 这连续打牌五六个小时 身体勒不说 环境又嘈杂 这肯定对身体不好 李大爷老伴和儿女都劝阻他 可是他却执迷不悟 总觉得打麻将 才能让他找到乐趣 一天两天还可以 时间久了 李大爷的身体就出了问题 不但腰间盘突出越来越疼 而且麻将管理的空气不流通 李大爷也患上了咳嗽的毛病 这都是因为打麻将引起的 除了身体不适 心情上也受影响 因为打牌毕竟设计钱财 输钱了心情低落 赢钱了心情激动 最严重的是 有的因为打牌输赢问题吵架 甚至大大出手的也很多 退休后本来可以优先生活 如今为了打牌落得一身疾病 真是得不偿失 所以没有必要再为了钱财 这一身外之物而劳心伤神 最后身体垮了 岂不是得不偿失 老话说得好 儿孙自有儿孙福 切切不要抱有为儿孙 积攒钱财的想法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不论是退休前的名利场 还是退休后的老年俱乐部 只要是利益相争的地方 我们要学会远离 尽量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 有人说 我不搭理别人不就好了 其实这样说的人 是高估了自己的抵御能力 也低估了别人的人性本真 往往这样的地方 有利益相争的人 都是能言善道的 自己先要想想 有没有这个定力 退休后 若依然不舍得放弃权利和利益 反而舍弃了当下的生活 未免就舍本竹墨了 面对这样的利益相争的地方 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否则一不小心 就会让自己的福气衰减 过度劳累的娱乐场所 和虚情假意的聚会 人到六时说实话 体力精力肯定都不如从前了 人可以什么都不服 但人得知道福老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奔钱 没有健康做保证 想去休闲娱乐都做不到 这里所说的不能去娱乐场所 不是不让老人去参加娱乐活动 而是要有选择性的 参加对身体有益处的娱乐活动 比如说 闲暇之余可以去下象棋 可以参加一下老年书法绘画班 还可以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这些娱乐活动 不但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还可以增加一些技能 发挥一下自身的价值 都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但是还是有人表示 退休生活平淡无奇 总想着去追求刺激 玩点刺激的东西 其实这样并没有错 适量的刺激活动 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 但是前提一定是注意 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 人年龄大了 就不要跟年轻人比了 太耗费心神的活动 一定要酌情参与 不然自己的身体会吃不消 比如裴阿姨就自述了自己的遭遇 我是裴阿姨 我今年已经62岁了 我已经退休七年了 从单位退下来以后 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我儿子家的小孩 是他外婆带的 根本就用不着我带 我有一个爱好 就是特别喜欢唱歌跳舞 尤其是对舞蹈 坚持到了痴迷的状态 读书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舞蹈梦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舞蹈老师 可是阴差阳错 我读大学却选择了会计专业 这样的选择离我的舞蹈梦 越来越远了 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有时间了 有精力了 而且有钱了 为了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我经常到歌舞厅去唱歌跳舞 在歌舞厅唱歌跳舞的时候 我才觉得我没有白白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在歌舞厅唱歌跳舞的时候 我才觉得那才是真实的我 无拘无束快乐无比 以前的我把时间都给了小孩 给了家庭 给了工作 都是为了别人而活 现在老了 要为自己活一把 不过说一句实话 在歌舞厅唱歌的人比较多 声音比较嘈杂 而且里面的空气也不新鲜 而且白天不营业 大部分都是晚上才会营业 我在歌舞厅唱歌跳舞的那段时间 天天熬夜 作息不规律 加上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总是不太舒服 后面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真的出现了问题 好在发现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自从我生病了以后 我就不再去歌舞厅了 因为去那里 只能给我带来一时的快感 但是长期以往的话 它会对我的身体 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地方 对于老年人来讲 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自从不去歌舞厅活动后 我就经常去公园 在公园里面散步 跳广场舞 一段时间后 我感觉我的身体 越来越好了 慢慢地我爱上了去公园 公园是老年人锻炼身体的好地方 退休后 面对各种虚情假意的聚会 能不去就不要去了 否则自己无聊 还会受伤害 有人觉得几十年不见的老同学聚会 不过就是功成名就之人的炫耀时刻 有人觉得那些势力眼 只爱占便宜的亲戚相聚 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寻找好处 一群没有真感情的人 戴着所谓的感情面具 嘘寒问暖地消火寒暄 自己都觉得无趣 与其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倒不如抽出身来 去做一些真正值得做的事情 比如陪伴家人 比如约上三五好友 喝喝茶叙叙旧 或者安静地读处 好好地读本书 好好地跟自己对个话 让自己的生活简单纯粹 退休后 与其跟一群戴着面具 老趣的人相交 就算再有钱再有地位 也不会让人感觉温暖幸福 退休后 与人交往 一定要跟真诚的人相处 有分寸界限 别人对我们好一分 我们就还人家几分 当我们试着 让自己静下心来 就会发现 越安静 活得越清醒 退休后 我们追求的不再是物质 而是精神满足 与其在别人的言行里 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不如安静地独处 在自己的世界里 与自己相伴 跟自己共处 退休了 人也要渐渐地老去 有些地方 能不去就别去了 有些事 能不做就别做了 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 好好地取悦自己 真正地活一回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